以往遇到这种书店线路上有义务的情况 店里工人们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去处理 有了可以喷火的无人机 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 店里工人的人身安全也得到了保障 对于无人机的钻研 何涛都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 从小学的时候经常喜欢拿一些模式刀 拆家里的工品 小时候家里人以后取了一个外号 就叫保诊弹 就是说什么东西把我手里来 可能都是把它搞破坏把它拆掉 从2015年开始 来到无人机作业班的新同事们 都在何涛的帮助下 顺利通过了无人机驾驶执照考试 现在班上的无人机历手已经达到了14人 2019年 凭借人在工作中的贡献 以及多项技术发展的成绩 何涛获得了重庆市总工会班班的 八余工匠称号